大家好,欢迎打开悟空的宝箱 今天我们来聊梁祖遗址 视频的开头先问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吗? 1936年5月,浙江省西湖博物馆和五岳史地研究会合作 在杭州古荡老河山一带进行发掘工作 当时西湖博物馆有个工作人员叫施新庚 他注意到这里出土的器物风格 与自己家乡看到过的一些器物非常相似 于是他多次回到家乡一带进行实地调查 并于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 代表西湖博物馆进行了试发掘工作 施新庚的家乡就在杭州梁祖镇 他的这次意外发现正式拉开了梁祖遗址发掘的序幕 在考古学上,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 我们将人类为名的发展分成了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其中石器时代又被分为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大致处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间 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八大核心文化区 数千年间在这些文化区内诞生了众多特点鲜明的文化 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炳奇先生曾经用了四个字来概括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满天星斗 他认为中华文明正是这些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之后的产物 这就是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梁祖文化就诞生于途中的江浙区 新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200年 至今已经有5000多年 它以太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文化影响范围达3.6万平方公里 其所在的环太湖地区以平原为主 分布着众多的湖泊和稠密的河网 拥有绝佳的生态地理 到今天梁祖考古已经有80多年 在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 梁祖文化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呢 这还要从几座大幕说起 在上海青浦区有一座小山名字叫福泉山 1962年上海在开展文物普查时 在这一带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后来通过发掘确认 福泉山实际上是一座人工堆株的高台基地 让人意外的是 在土台上竟然发现了32座梁祖文化时期的墓葬 考古人员因此明确了 这种人工堆株的高台墓地 是梁祖文化贵族墓地的主要埋葬方式 1985年杭州渔航区长命乡一个农机修造厂 准备筹建新厂 并将新厂址选在了一个叫返山的地方 返山是一座比福泉山还要小的土墩 但是由福泉山的经验来看 这里很可能也是一座梁祖墓地 于是相关部门得到消息后 立即对这一带进行了现场调查 并确认这确实是一个人工堆株的平台 于是在1986年5月 考古队在返山展开了考古工作 发掘工作刚刚开始 就在地表下首先发现了11座汉代砖石墓 又经过20多天的发掘 第一件遗物呈现了出来 它就是后来那件著名的倩玉漆碑 由于当地的气候环境非常不利于文物保存 所以这件气物被发现时已经几乎化为泥土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工复原之后的样子 是一件复制品 随后墓中还出土了 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玉丛和玉月 这两件气物后来分别被称为玉丛王和玉月王 玉丛在两种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形状内缘外方 在当时是祭祀通神的礼器 这件玉丛重达6.5千克 四个角上都刻着简化的神人寿面纹 在四个面的树桃中刻着两个完整的神人寿面纹 这些纹饰雕刻的精细程度用肉饮几乎无法辨识 考古人员在测量之后发现 在一毫米的宽度上竟然刻着5到6根条纹 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 梁主人是如何雕刻这些纹饰的 我们现代人简直无法想象 这个神人寿面纹饰在梁主玉器上反复出现 可见对当时的人来说 它是有非凡的意义的 因此这个图案被称为梁主神灰 这件玉月王则是所有梁主玉器中 唯一一件正反面均刻有鸟文和神灰的玉月 玉丛是神权的象征 玉月是君权的象征 这些陪葬品显示 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个集王权、神权、君权于一体的首点 接下来的几个月 在返山墓地一共清理出了11座梁主大墓 出土的随葬品单件总计有3200余件 其中玉器占了90%以上 玉器在梁主文化中的分量不言而喻 所以梁主文化是一个上玉的文化 这些玉器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玉丛玉月和玉壁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形态的玉器 他们展示出的玉石切割和雕琢技术 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在当时是绝对的高科技了 除了玉器 在出土的陶器中有一件器物非常特别 乍一看可能很难猜出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但如果我们看看另一件陶器就立马明白了 这其实是一个过滤器 根据出土的器物可以知道 返山11座大墓有明显的等级划分 而在周围还存在着一些低等级的墓葬 这都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 返山大墓发掘之后 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研究和收藏梁主玉器的热潮 梁主玉器的身价也因此大涨 于是文物贩子开始到处寻觅梁主玉器 而且还高价鼓动村民去盗挖 1987年春天 在离返山大墓仅仅5公里的下溪湾村 有农民在摇山种树的时候意外发现了玉器 这个消息迅速传开 随即上百名村民蜂拥而至 来到摇山盗掘宝物 相关部门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了措施 考古队随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这就是著名的摇山遗址 摇山遗址上最重要的遗迹是一个土著的祭坛 祭坛依山式而建 呈三层阶梯的结构 顶部为平整的长方形 在中间偏东的位置有一个回形的沟槽 沟槽用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 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而在平台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土色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与返山一样 在祭坛上还整齐排列着十一座大墓 墓葬成东西巷的两排 出土的随葬品单件总计2660件 大部分也都是玉器 其中27件玉童和6件玉月均出自南排的墓葬 而访轮和织具则均出自北排的墓葬 因此推断南排墓主可能为男性 北排为女性 这些墓葬的年代与返山大墓相似 所以两地应该不是各自孤立的 而是存在某种联系 返山埋葬的可能是王室 而这里则很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巫师 除了摇山祭坛 后来在返山大墓西侧两公里的惠关山遗址上 也发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祭坛 祭坛也是成三层阶梯的结构 顶部也有四座两主大墓和一个回形土框 看到这里 大家最好奇的应该就是祭坛顶部的回形沟槽了 当时的人为什么要挖这样一个沟槽呢 后来考古人员经过两年的实地观测 惊奇的发现 这并不是两个普通的沟槽 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冬至日时 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集团的东南角 所指的方向一致 而日落方向正好与集团的西南角 所指的方向一致 而到了夏至日 日出和日落的方向正好对应 东北角和西北角所指的方向 春分秋分日时 太阳则刚好从集团的正东方升起 正西方落下 利用这个回形草 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一个回归年的周期 所以这两个集团除了用于祭祀 也是用来观测天象的 返山和遥山遗址的发掘 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这一带很可能是一个文化聚落的中心地带 1987年为了配合104国道拓宽工程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对墨角山东南部进行了发掘 发现了大量的烧土堆积和一座梁主文化小牧 并且确认烧土堆积下是厚度达10米的人工堆土 因此这一发现是正在施工的104国道 不得不选择了改道 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里 考古人员在此处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发掘 并最终确认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设计的史前都役 我们称之为梁主古城 梁主古城坐落在天目山东南一个C型盆地上 它的北面是大遮山 南面是大雄山 东面是广阔的冲击平原 东条西从此处川流而过 最终流入太湖 几千年前这里还密布着很多其他的河流 与山地相比 这里有广阔的平原可以种植作物 与平原相比 这里又有山地丘陵可以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 建成所需的石材木材都可以就地取材 古城的东北方向直通太湖 地势平坦可以直接控制平原地区大片的土地 整个古城由内向外层次分明 成三重城的结构 最核心的是一个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住平台 在平台上除了分布着多处建筑机址外 还有三个长方形的小土台 分别是大磨脚山 小磨脚山和乌龟山 其中在大磨脚山和小磨脚山平台上 均发现有整齐排列的房屋机址 乌龟山由于表面破坏严重 而未有发现 三个平台中大磨脚山面积最大 高度也最高 是整个城内的最高点 站在上面放眼望去 大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上面的建筑机址最大的有900多平方米 最小的也有将近300平方米 因此推测 大磨脚山应该是两主王室的居所 周围的其他机址 应该也是权贵之人的居所 因此整个磨脚山平台 很可能就是古城的宫殿区 宫殿区的位置确定之后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探测古城的范围了 由于城墙的寻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直到2006年 考古队才在平遥镇葡萄范遗址 第一次发现了古城的城墙遗迹 经过发觉 一个四面围河的城墙遗址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围河的面积将近280万平方米 这个面积是同时期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古城遗址 城墙底部均铺有20到40厘米厚的电石 这是因为这里多为沼泽湿地 电石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断地下水向上渗入墙体 城墙上一共有9座城门 与我们以往认识的古城不同的是 这9座城门中有8座水城门 仅在南部城墙上有一座陆城门 所以梁珠古城应该是一座水上城市 当时人们在古城内发掘了大量的人工河道 这些河道纵横交错与外界水域相通 形成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网 这样城墙与墨角山平台之间就形成了三重城结构的第二重 我们刚才聊到的返山墓地就在第二重区域内 到了梁珠文化晚期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 城内生活空间逐渐不足 为了扩展生活空间 有些居民开始在城墙上居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外也慢慢堆起了一些平台 逐渐也变为了生活区 这就形成了三重城结构的第三重 在墨角山平台的东南两侧 有一条贯通古城南北的古河道非常出名 名字叫中家港古河道 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在当时就是城内居民的一个垃圾厂 很多生活和作坊垃圾都被倒入了河中 由于当地的气候环境 墓葬中的有机物很难保存下来 但是在古河道内 河内的淤泥对空气有隔绝的作用 这就使得这些垃圾得以保存下来 让我们有幸能够一窥当时人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件漆木盆和漆木菇 木盆上会有黑色的几何图案 漆木器是两种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器物 经过成分检测 红色涂料为朱砂 黑色涂料为赤铁矿 反山大墓中出土的芊玉漆碑 就是用这种工艺制作的 这些漆木器告诉我们 两种人的漆木工艺已经达到了非常高超的水平 这是河道中出土的编织品 与我们现在的编织品相比 这品质也一点都不逊色 这是一个木叉 与我们现在使用的铁铲很类似 专家推测 它可能是用来制作草包泥的 草包泥 这是什么鬼 它是在墨角山平台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筑方式 顾名思义草包泥就是将泥土用草包裹捆扎之后 制作而成的泥包 与我们抗洪时使用的沙袋很类似 它是两种古城中最具标志性的建材 使用这种建筑方式 使得装卸更加的方便 堆住更加的坚固 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经计算 一刹土的重量刚好就是一个草包泥的重量 除了这些日常工具 一些动物的骨骼和植物遗存 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的饮食结构 已经得到鉴定的动物骨骼有 老鼠、老虎、猪、水牛、鲨鱼等等 其中猪的数量最多 而且很可能已经被驯化 出土的植物有桃、李子、菱角、酸枣等等 其中桃子很可能已经被人工栽培 农作物则主要是水稻 在墨角山南部的池中寺遗址上 曾经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粮仓 出土了19.5万千克的碳化稻米 这很可能是一座皇家粮仓 在古河道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 用于建筑的大型木质构建和墙体碎块 这些构建体型巨大 制作精良 很难想象在石器时代 人们已经能够生产出如此复杂精良的构建 通过这些我们能够大致还原当时的房屋建筑方式 房屋的整体框架应该是用十几米长的木质构建 通过毛损的方式搭建而成 然后用竹子搭建墙体的骨架 再用草拌泥涂抹在墙体骨架之上 为了使墙体表面更平整 还要用纯净的黄色粘土调节成泥浆涂于墙壁上 最后再在墙外烧火 用高温多次制烤墙体 如此就形成了表面平整 质地坚固的红烧土墙体 看看这表面的光滑度 和我们现在的墙体似乎差别也没有多大 如果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厉害了 那接下来的这一项工程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上世纪90年代 在梁祖古城北部的山前地带 人们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 长约5000米的人工土源 这条土源在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的记载 在土源上出土的一些器物表明 这是梁祖文化时期营建的 考古人员判断这应该是一座挡水大坝 可它是如何运作的又难倒了众人 直到2009年 在鹏宫地区的港宫岭 又有第二座水坝被发现 自此考古人员展开了 对梁祖古城上游水利系统的调查 到目前为止 在古城周围一共发现了11处水坝 这些水坝共同构成了古城外围一项世界级的治水体系 11处水坝可以分为4组 两组古城位于大哲山脚下 所以当暴雨来袭时 对古城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大哲山的山洪 第一组水坝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组和第四组水坝是两个高坝系统 主要作用是拦截山口水流 第二组水坝是一个低坝系统 除了具有拦截作用 这组水坝兼具泄洪的功能 四组坝群的建造工程量巨大 承载的降水量也是百年一余 这样的防洪标准就是在现在 对施工要求也是很高的 如此的建造规模 应该是为了阻挡诸如台风登陆时的特大暴雨而设计的 坝体的建造也是使用了草包泥的技术 这在当时应该也算是一项高科技了 另外这套水粒工程与古城周边的水汽相通 这样通过水路可以将山中的石材木材等资源 运输到古城周围 这套工程在当时是全球最大 也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水粒工程 比大雨治水还要早一千多年 据统计两种古城和周围水粒系统土十方的 总工程量达一千多万立方米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之最 制作配备强大水粒工程的古城告诉我们 当时这里一定存在一个具有强大的 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的领导机构 在两种出土的淘气和玉气上 出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 据统计目前发现的两种刻画符号 已经超过600多个 这些符号有些是象形符号 其表达的意思一看便知 例如这是鳄鱼 这是鸟 这是虾 这是乌龟 但有些就需要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了 例如上部的这个图案 还有这两个 还有这个图案 很像是一头猪 但头上却长着一个脚 尾巴又像是狐狸 或许是一种灭绝了的动物吧 突然有一种回到山海经的感觉 或许山海图画的就是这样的图案吧 除了表述动物 还有一些生产工具 右边这个图案只要随便开一下脑洞 就可以将它解读为火箭一类的航天器了 专家的解读是 这画的应该是房屋 另外还有很多抽象的符号 有些可能是用来祭树 有些可能是用来祭祀 有些看起来则带有很浓厚的宗教含义 通过这些符号我们也能发现 鸟和太阳在两种文化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这几个客服展示的均是站在三层阶梯上的鸟 三层阶梯很明显应该指的是祭坛 鸟则很可能是与神灵沟通的信使 或许代表了巫师 鸟下方的图案表达的很可能是非鸟载日的意思 用山海经理的话来说就是皆载于巫 当然最著名的客服还是这个两主神灰 它频繁出现在两主最重要的礼器上 是两主文化中最重要的图案 对这个图案的解读现在也是说法不一 图案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上部是头戴羽冠的神人 中间是一个寿面 下部则是飞禽的利爪 上方神人的原形有人说是神灵 有人说是巫师 下方寿面的原形有人说是虎 有人说是猪 还有人说是鸟 现在很多两主客服的意思都还是未解之谜 对两主客服的定性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初具数量的客服已经展示了早期文字的很多特性 并在两主文化的覆盖范围内得以流通 是有可能构成一个简单的文字系统的 与很多其他的文明一样 盛极一时的两主文明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突然就神秘的消失了 在环太湖地区年代上紧接其后的是前山洋文化和广复林文化 虽然这些文化能隐约看到一些两主文化的影子 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更像是一种取代关系 所以直到现在 两主文化的消失和去向也是个未解之谜 有学者在对当地的沉积铺面和包粉系统研究之后认为 在距今四千年前 环太湖地区曾经发生了空前的大洪水 并且温度急剧下降 即使建造了强大的水利系统 两主文化很可能也是因洪水而衰亡 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隐 还有人认为其衰落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体系的崩溃 或者瘟疫 或者被其他文化所取代 虽然两主文化消失了 但它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环太湖地区 特别是两主的玉文化 周里中记载 以玉做六气 离天地死方 这六气中有三气我们都能在两主文化中找到 另外在千里之外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上 也都有玉丛出土 特别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十节两主玉丛 很可能就是从两主流传到金沙的 两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向我们展示出了国家的特性 那它能否被称作是文明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看看什么才是文明 第一次给文明下定义的是一位叫克拉克宏的美国学者 他在1958年提出了文明的三要素 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 后来在1983年 中国另一位考古学泰斗夏奈先生 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青铜冶炼技术 提出了新的文明三要素 城市文字和青铜冶炼术技术 这两个定义在当时的学术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争议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所谓国际流行的文明标准 按照夏奈先生对文明的定义 光青铜冶炼术技术这一项就将两种文化拍出到文明之外了 然而事实是一直到今天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对于文明这个概念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那既然如此 西方学者为什么不承认中国的5000年历史呢 首先历史和文明我们应该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区分 搞明白了这个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很多时候争论了半天 原来双方争论的不是一个东西 历史是什么呢 广义的历史是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 我们讨论的当然不是这个历史 狭义的历史至少在西方学者看来 是要有文字记载并被考古证实的内容 这才是让人纠结的地方 我们所说的中华5000年历史上至三皇五帝 但比商朝更早的历史仅鉴于文献记载 在考古学上未被证实 不只是西方 即使是在中国学术界 虽然感情上承认5000年的历史 但在学术上也是存在争议的 这也是考古界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回到文明 确实存在一些西方学者将历史与文明混到一起 有意或无意的在否定中国5000年历史的同时 也否定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 但国际上还是普遍承认 中国是世界文明摇篮之一的 2019年7月6日 梁祖遗址被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世界文化遗址官方的网页上 官方在介绍梁祖遗址时 就使用了文明一词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国际上对于文明是没有明确的定义的 至于夏奈先生的文明三要素 一代考古学泰斗定下的标准肯定是有它的意义的 但我们不能像使用数学公式一样去套用它 而是要看看这个标准背后的内涵是什么 城市代表着高校的社会管理组织能力 文字代表着高校的信息传递和积累能力 青铜代表着高校的生产技术 抛开生硬的定义 在我看来 两种文化已经踏入了文明的门槛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